复仇女神 也许有我认识的人 或者曾经认识的人 正在受煎熬 公孙从床上爬起来 推开身上厚重的被子 喘了口气 差点让被子压死 身上感觉还挺清爽的 头也不疼了 虽然还有一些乏 不过已经不像昨天那么难受了 他从床上下来 摇摇晃晃地走进了浴室 打开淋浴器 穿好睡袍 擦着滴水的头发走出浴室 公孙走到客厅里 觉得肚子有些饿 自己好像一直没有吃过东西 你饿不饿 身后突如其来的声音 把公孙吓了一跳 回头就见白锦堂 正站在他身后五六步远的地方 注视着他 公孙不语 转过脸擦头发 白锦堂也不在意公孙不理他 继续说着 我说过不来的 不过 有些担心还是来看看 你好点没 公孙依旧不语 站在那里发呆 我 我想和你谈谈 公孙走到门口 把门打开 站到门边 轻叹了口气 白锦堂无奈地走到门口 早饭在桌上 吃了饭之后 记得吃药 好好休息 公孙关上门 在紧闭的大门前站了一会儿 听到电梯的开门和关门声 又把门打开 白锦堂却站在门口 微微有些尴尬 你 你记得把 把头发吹干 我走了 白锦堂伸手帮他关上门 有些恋恋不舍地走进了电梯 公孙站着发了一会儿呆 就去房里找出一个吹风机 靠在沙发上吹头发 远远地看到 对面白氏席团的总裁办公室里 窗帘卷了起来 公孙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没有拉上客厅里的窗帘 吹干了头发的公孙站起来 走到桌边 桌子上放着清淡爽口 还热腾腾的中式早餐 他坐下来 安安静静地吃完早餐 又坐到沙发上 看了一会儿报纸 就起来乖乖吃了药 走进卧室 卧室的窗帘也是开着的 公孙没有去理会 而是爬上床 盖上被子睡下 远处的白锦堂 一直站在窗前注视着 呆呆地看 忘了动作 任手上的咖啡 慢慢地变冷 心也渐渐柔软 公孙 你真是很温柔 很温柔 警局的审讯室里 乔文精一派从容地坐着 没有带律师 白玉堂和展昭 走进审讯室 迎来乔文精的微笑 我昨天也没干什么 至于要逮捕我吗 我们是请你来配合调查的 还是你觉得自己做了什么 值得被逮捕的事情 白玉堂在心里挥了挥小白旗 不得了 这猫一上来就火力全开 这乔文精今天 非当炮灰不可了 你对我有敌意 这可不是要求配合调查的语气哦 那就别配合调查了 你的条件 直接可以转成审讯 哦 不知道 我符合什么条件呢 白玉堂从政务带里 拿出一个药瓶 这是你配给劳拉女士的药 没错 自制迷换了药 我是犯法的 在我们国家不算 我不是很了解 你们国家的法律制度 你有空的话 可以知道我一下 乔恩意味深长地 朝白玉堂眨眨眼 白玉堂就感觉 身边展昭的气压 又低了几分 心里被乔恩祈祷 上帝保佑你 你是不是曾经购买过一把巴雷特 M821型的狙击枪 买过 你刚才的回答是承认 非法持有枪械 哼 我们国家持有枪械并不违法 再说那把枪已经丢了 还是那句话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教我你们国家的法律 白玉堂皱着眉 看了看眼前嬉皮笑脸的乔恩 真想揍他一顿 这时身边的展昭拍了拍他 示意 我来 不知道你们国家 杀人算不算犯法呢 展昭拿出贾正言尸体的照片 和那瓶药丸放到乔恩的面前 乔恩看着那张尸体照 有些发懵 我们现在完全有证据 起诉你和一起谋杀案有关 你要不要把你的律师叫来 乔恩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展昭却不愿意给他缓和的机会 继续紧逼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起谋杀案是一些连环杀人案中的一环 你们国家好像对连环杀人犯的行则 很是多样啊 你猜你会轮到什么呢 绞刑或者电影 乔恩贪软在座椅上 有些颓葬地伸手搓搓自己的脸 看来你没什么时间学习外国法律了 好好研究本国法律吧 就你的情况 不死也得派上个两百年 好好 你们赢了 我说 我说 接着 乔恩从口袋里拿出了钱家 打开 指着一张照片给白玉堂和展昭看 两人凑上去一看 就见照片中的是一个笑得十分灿烂的年轻男子 展昭在看到照片的一瞬间就明白了 乔恩为什么会对白玉堂感兴趣 照片中的男子虽然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但是梅宇坚和白玉堂颇有几分神似 他叫安格尔 是我一生的挚爱 他在二十岁时 发生了一次车祸 头部受到了一定的伤害 经常会出现一些幻觉 原本很开朗的他 变得郁郁寡欢起来 我带他去看了当时全国最好的心理学医生 就是威尔森教授 我原本期望可以治好他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他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 自杀了 我们如此相爱 他却自杀了 留下我一个 我孤独 无法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后来我就到了演艺界发展 那个深色全马的环境不会让我寂寞 而且这个工作可以让我接触到很多人 我疯狂地寻找着和他相似的人 但是越找 越发现他的独一无二 直到那天在宴会上看到你 你和安格尔真的很像 不过你比他坚强得多 他太脆弱 所以你恨威尔森教授 我当然恨他 他是个孤名钓鱼的围军子 他害死了我最爱的人 你们知道吗 我后来才得知 他给安格尔服用的药物和采用的疗程 根本就是从没用过的 他在拿我最爱的人来做实验 我要证明那些 日后让他风光闲耀的狗屁理论 白玉堂拿出了那张恶魔之子的卡片 这是什么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其他的 我要等我的律师来 展昭和白玉堂从审讯室出来 一脸的不爽 乔恩和杨风的状态差不多 似乎对于自己的罪行并不避讳 但当说起那个杀手训练饮食 就都尖口不言了 似是在庇护着什么 真是令人费解 别想了 想得头都炸了 走 猫儿 去餐厅吃点东西 警局的餐厅里 白玉堂正在点餐 拿着托盘站在旁边的展昭 看到不远处 白驰正和一个小孩 玩着石头剪子布 那小孩有些眼熟 白玉堂买了吃的 见展昭呆望着前方 就顺着他目光望去 哦 这不是卢方的儿子吗 展昭也想起来了 是上次幼儿园爆炸案里的 那个小卢真呢 卢真似乎是一直在说 满脸的不可思议 白驰咯咯地笑着 展昭和白玉堂 有些不厚道地想 这两人的心理年龄 好像差不多 对视一眼 两个一脸坏笑的哥哥 拿着食物 向两个小弟弟走去 啊 展叔叔白叔叔 你俩玩什么呢 他好厉害哦 一直都赢 那么神 嗯 最开始的时候输了几次 后来就一直不会输了 又是你的高等数学 白驰不好意思地笑着 展昭抱过小卢真 在他耳边嘀嘀咕咕 小声说了几句 真的 不信你试试 好 白驰哥哥 我们再来 这次 小卢真一直紧紧盯着白驰的眼睛 果然赢了 白玉堂在一边看得直乐 白驰连输了二十多次后 终于举手投降认输 卢真欢呼着就跑了 白驰好奇地问展昭 展大哥 我 为什么会这样 别和这猫进行任何赌博类活动 结果一定会输 其实很简单 每个人都有一些下意识的习惯 我刚才观察了一下 你出剪刀的时候 眼睛会不自觉地看右下方 出布时 会不自觉地眨下眼 出拳头时 眼珠会偏向左上 真的好笑啊 像 像什么 像我昨天碰到的一个人 可以看穿人心 不是吧 这种怪我还不止意志啊 展昭狠狠踩他一脚 白玉堂差点被三明治噎到 用力捶胸口 滴杯水给他 展昭接着问白驰 他看穿什么了 那都没有 不过 他说了很有趣的话 我一直想不明白 他说了什么 他说 如果当不成神子 就只好当恶魔之子 因为他们有人类没有的东西 原本握在展昭手中的勺子 落进了汤碗里 一边的白玉堂和白驰 不解地抬头看着一脸黄惑的展昭 猫儿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白玉堂与展昭再度回到花园 却发现原本站在那里的庞玉已经不见了 白玉堂傻呵呵地笑 心想 看来在这猫眼里 还是我最重要 展昭朝他翻了翻白眼 这时 威尔森教授拿着酒杯 走到花园的中央 很高兴各位今天能来 这次的经历 让我充分地意识到 心脏 对于心理医生来说 是多么重要 下面 让我们来干一杯 为了健康 说着 威尔森举杯 众人也都举起杯来 一饮而尽 展昭和白玉堂手上没有杯子 自然也不用喝 所以他们看到了不寻常的事情 就见威尔森博士的夫人 那位端庄的劳拉女士 突然摇摇晃晃地 快步向威尔森走了过去 危险 寒光一闪 劳拉已经举起了手中的刀 刀直刺入威尔森的腹部 劳拉猛地拔住刀 举手又要刺 此时白玉堂已经飞身 一把将它扑盖 按住他的手腕 刀掉到了地上 只是原本温文咸进的劳拉 此时就像是疯了一样 挣扎着想要扑过去 抓地上的刀 白玉堂用力制住它 就觉着老妇人力气大的惊人 不对劲 他抬头对愣在一边 有些无措的保安们 喊了一嗓子 都愣你干嘛 过来帮忙 保安们如梦初醒 连忙走过去 按住拼命反抗的劳拉 展昭已经打电话 叫救护车 并且报了警 威尔森捞着腹部 倒在血泊里 但意识还清醒 他有些不敢置信地 看着风叫着的妻子 用仅有的力气 对保安们说 别 别伤害他 救护车和警车 在第一时间赶到 威尔森被送去了医院 劳拉也被警察押走 白玉堂拍拍灰 看走到他身边的展昭 莫尔 怎么看 太奇怪了 是啊 跟鬼上身似的 我还没见过那个老太太 有那么大力气的 鬼上身 鬼上身 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换了一个人 白玉堂突然愣住 展昭点点头 然后朝四周扫视了一圈 发现庞玉不见了 白玉堂皱眉 这事情也太蹊跷了 说着他掏出手机 拨通了SCI的电话 喂 电话立刻被接起 白玉堂微微愣了一下 才反映过来 接电话的是白池 白池 就你一个人在办公室 白池四周望望 蒋平正趴在桌子上 留哈喇子 赵虎照顾了其乐一天 也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呼呼大睡 嗯 你现在马上到市医院去 威尔三被人刺伤了 你去那里等他 他一有情况 马上通知我 白池刚想说什么 白玉堂已经挂了电话 他左右看看 蒋平和赵虎 依旧打葫芦 白池有些着急的 挠挠脑袋 拿起包 就飞跑了出去 办公室里 赵虎边打葫芦边坐下来 朝也是满脸清醒的 蒋平看看 小家伙一个人去 不要紧嘛 让他锻炼锻炼呗 别墅花园里堆满了警察 来宾们也都受了一定的惊吓 乔文精摊坐在椅子上 直愣愣地看着前方 白玉堂面色铁青地 查看着现场 一个警员递过一个 小小的手提袋给他 是劳拉的 打开手提袋一看 白玉堂脸色 更差了几分 展昭连忙凑上去 就现白玉堂从手袋里 拿出一个小药瓶 里面装着的是 半瓶彩色药丸 包里还有一张卡片 和寄给威尔森的白色信封里 那两张一模一样 黑色的卡片 红色的字迹 还有拿着镰刀的恶魔 这是凶手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犯罪 白玉堂和展昭 别提多窝火了 喂 哥 白迟 教授情况怎么样 没事 没有伤到致命的地方 白玉堂长出了一口气 一旁紧张地 看着他面部表情的展昭 也松了口气 哥 哥 那个教授 他昏迷的时候 一直在说 恶魔之子 恶魔之子 嗯 其他什么都没有说 很好 我已经派警员去保护他了 你自己回家小心点 嗯 好 挂掉电话 白迟黑黑笑着原地走了两圈 刚才他哥说很好 他那个超人哥哥竟然夸奖了他 白迟乐呵呵地跑出医院 想了想还是决定坐地铁回去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地铁站 在最后一秒钟赶上了末班车 白迟喘着气坐到座椅上 今天应该是他长这么大最开心的一天了 早上搬到了SCI里 大家都好和气哦 还好有本事 下午听大家分析案情 自己也有帮到忙 晚上独立出任务成功 虽然没什么危险 而且还得到了白玉堂的表扬 最后还成功地赶上了末班地铁 他的人生看来要从此改变了 喘了半天终于缓过境来 白迟这才发现 这些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 不 那边还有一个 车厢尾部的椅子上 躺着一个人 那人穿着白色的毛衣 白色的裤子 黑色的头发有些长 他微微蜷缩着躺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 白迟赶走了脑子里瞬间闪现的 那些有关地铁闹鬼的念头 白迟 振作起来 你可是警察 白迟壮着胆子走过去 就见那人脸朝礼堂着 头发遮住了面孔 看不清容貌 先生 先生 你没事吧 轻轻拍拍的 没有反应 白迟深呼吸 再拍拍 还是没反应 做好了那张脸上 可能没有五官 或者长得像真子一样的心理准备 白石鼓起勇气 把那人扶了起来 乌黑的长发微微散开 露出了那人的面孔 白石拍拍胸口 有五官 也不像真子 还好 白石摇摇摇摇他 那人的头歪向一边 没有反应 白石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个有些可怕的念头 他会不会已经 白石颤 白石颤巍巍地伸出食指 去叹那人的鼻息 就在手指接触到他嘴唇的一刹那 那人突然张嘴 含住了白石的手指 白石吓得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他倒退两步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人睁开眼睛 歪着头看地上的白石 随即捂着肚子倒在一边 笑得肩膀直颤 她的笑一点声音也没有 只是看得出她非常的高兴 几乎眼泪都笑出来了 斜长的凤幕里水光阴晕 看得呆坐在地上的白痴有些傻了 那人笑过一阵后 重新坐直了看白痴 眨眨眼 伸出舌头舔舔自己的上唇 白痴脸蹚就红了 愤愤地站起来 原来你骗我 白痴转身就想走 却被那人拉住 那人凑过来抱住她的腰 头埋在她腰间蹭了蹭 像撒娇一般地说 肚子好饿 我胃疼 白痴呆站在原地 哭笑不得地看着正跟自己撒娇 但是年纪明显比自己大的人 可怜兮兮的 好像真的很饿 无奈地坐到她身边 从包里拿出一块巧克力 递过去 吃吧 白痴一愣 才明白那人是要自己喂的 看在自己今天心情很好的份上 白痴剥掉塑料包装 把巧克力小心翼翼地放到那人嘴里 吃完一块 那人又靠在白痴肩上蹭蹭 还要吃 你 你怎么知道 我还有 白痴奇怪地看着她 那人也不回答 只是靠得更近 白痴把包里的四块巧克力 都塞到了那人的嘴里 那人才扎扎嘴 心满意足地靠在白痴肩头休息 你刚才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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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要吓人 那人不理她 而是凑上去 在白痴身上 闻了闻 医院 你 你怎么知道 我去过医院 那人 那人得意地转开脸 白痴突然对她很感兴趣 这个人看起来有些疯 不过又好像不疯 白痴决定努力和她沟通一下 我叫白痴 是 是痴呈的痴 白痴 你姓白 你呢 不告诉你 白痴决定 还是不要和她沟通了 那人却说起话来 你有什么困扰 你给我吃东西 我帮你解决一个难题 不用客气 白痴有些呆呆地看着她 感觉眼前的这人和展昭有些像 好像都可以看穿人心一样 但两人从气质上又完全不同 那个 恶魔之子 你知道吗 白痴脱口而出 这个困扰了自己一路的词 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觉得眼前这个人可能会给她答案 那人盯着白痴看了一会儿 微笑 如果当不成神之子 就只好当恶魔之子了 因为他们有人类没有的东西 那人意味深长地用手指点点白痴的额头 白痴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人 地铁缓缓停下 那人站起来 揉揉白痴的头发 凑到她耳边说 别担心 你还可以选择 下次再见 白痴猛地醒悟过来时 那人已经走出了地铁 他连忙跳起来冲过去 门却在这个时候关了 白痴趴在门上 对着那人大喊 你叫什么名字 电车开始前移 白痴向后跑着 他感觉自己似乎已经很接近谜底了 只要再一步 那人的身影渐渐远去 在消失前 他抬起手 食指压在唇上 对着白痴笑 接近凌晨 白玉堂和展昭 才从威尔森博士的别墅 回到寝局 刚出电梯 就向迎面冲过来 一脸受惊过度的招呼 你干什么 啊 头儿 你们回来了 我走了 你去哪儿啊 去看着其乐 展昭和白玉堂不解地对视了一眼 继续向离走 推开门的瞬间 二人就明白了 只见SCI的办公室里 坐着脸色阴沉的白锦堂 气压超低 两人默契地乖乖走进去 哥 你怎么来了 白锦堂抬头看了两人一眼 低头继续酝酿低起压 展昭望向躲得老远的蒋平 蒋平战战兢兢地指着隔壁的法医室 白玉堂和展昭立刻了然地点点头 准备开溜 这时办公室的门却开了 公孙拿着文件夹走进来 二人刚想打招呼 就是一愣 公孙看上去有些虚弱 不 应该说是很糟糕 脸色白得吓人有点无力 好像随时都会倒下一样 公孙 展昭真想上前扶他一把 怎么会这样 发生了什么事 公孙并没有理会他俩 把文件递给白玉堂 贾正言的验尸报告 还有那些药物分析 这么快就好了 嗯 贾正言是情化物中毒死的 情化物 你是说那些药碗里的是情化物 对 这些彩色药物的成分各有不同 贾正言身上的是剧毒的情化物 照虎拿回来的 是毒麻药之类的混合剂 的确可以止痛 你刚才叫人送来的 是含有轻粉等高效致幻剂的混合物 致幻剂 能让人产生幻剧的药物 嗯 很强的药效 也就是说 贾正言是被杀的 而劳拉袭基维尔森博士 是因为吃了迷幻药 还有没有别的发现 暂时就这些 公孙转身想走 突然晃了一下 本能地按住了身边的桌子 一直注意着他一举一动的白锦棠猛地站起来 想扶他一把 但手指还没碰到公孙的手臂 就被一把挥开 展昭和白玉堂在一边看着两人的举动 有些不知所措 公孙按着桌面缓和了一下那眩晕的感觉 白锦棠的手悬在半空 不敢靠近 又舍不得搬走 公孙 我帮你去休息一下吧 说着 赶招把公孙 扶向了自己的办公室 让他靠在沙发上 门外的白锦棠 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 哥 公孙怎么了 待会儿帮我送他回去 我最近不会去在那里 让他乖乖在家里待着吧 大哥走了 公孙怎么样 他在发烧 我想送他去医院 他不肯 白玉堂觉得好笑 这猫真够呆的 去医务室拿些消炎药和退烧药来吧 嗯 白玉堂在原地转了几圈 还是慢慢夺进了展昭的办公室 靠坐在办公桌上 看着躺在沙发上的公孙 公孙闭着眼睛 白玉堂知道他不是睡着了 是不想面对 白玉堂挠挠头 似乎是在组织着语言 那个 我打扰你几分钟 行吗 公孙闻缓缓睁开眼睛 唉 我不一定能像猫那样说得很明白 不过 这里 白玉堂撩起自己的袖子给公孙看 上面有几道比皮肤颜色略浅的痕迹 像是用手抓的 公孙不解地看他 大哥在我很小的时候 出过一次事 你大概知道吧 公孙点点头 白玉堂庆幸 还好公孙还蛮配合的 后来 他用了两年的时间治疗 等回来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像变了一个人 他回来以后 经常跟我和猫儿在一起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他说 我和猫儿要离家出走 他就把我们困了起来 关在房间里 他怕我们真的走掉 七岁那年 我跟他吵架 说不要他这个哥哥 他就抓着我不放 死也不放 后来 是我爸硬把他手腕拽脱了旧 才把他扯下来的 这几道伤 就是他死也不肯放手抓出来的 因为和他在一起 我们可能会有危险 家里人就把他送到了国外 直到成年后才有了来往 我和猫儿 其实都很喜欢他 只是小时候 看到他还是有些怕 他和家里的关系很不好 听说他在外面是什么老大 帮派头子 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就是不需要有什么人情味 只需要人家怕他就可以的工作 我念书的时候 他来看过我们一次 还好猫儿比较细心 听说他一直有写信给大哥 告诉他我们的近况 用他的专业术语来讲 大哥属于心智不健全 只要喜欢 就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 也许是他失去的太多了 所以最怕失去 越是喜欢 就越是害怕 他可能会用比较极端的方式 来把喜欢的人留住 远远看到展昭 已经拿着药走出了电梯 把玉堂站起来 向办公室门口走 回头对公孙说 我原本还以为 我哥不会再喜欢什么人了 公孙 你是第一个 敢拿手术到飞堂的人 你能不能 别放弃他 展昭走进办公室 就见白玉堂走出来 袖子卷到手肘处 看见那几道熟悉的伤痕 展昭了然地笑了 他倒了杯热水 走进去 为公孙吃了药 给他盖上毯子 再走出来 刚到走廊 就被人狠拽了一把 你干什么 猫儿 如果你走了 我会怎么样 笨老鼠 沙发上 公孙把头埋在 毛茸茸的毯子里出神 S室郊外 一座废弃的工厂厂房里 传来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我说 她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一头黄毛 S室地下买卖军火的生意 大多都由她打巧 她拼命地喊着一个名字 就是她 就是她卖走了钱 哎呀 早见你乖乖开口了嘛 真是的 白吃那么多苦痛 黑暗中 走出两个一模一样的身影 随后 双胞胎抬起头 对着已经隐藏在厂房 某角落很久的人说 听到了没 警察 这个名字 应该对你们很管用吧 那人猛地一愣 紧张地 手心都沁住了汗 双胞胎笑着向外走 直到两人的身影 消失在黑暗中 一切恢复宁静 那人才贪软地坐到地上 全身冷汗 他费力地拿出电话 按下一个号码 喂 是徐静吗 对 我是韩章 你上次让我查枪的来源 已经查到了 买枪的人是 乔温金 猫儿 猫儿 醒醒 早上好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昨晚睡着了 公孙在你那里 我就把你抱到我这里来了 那你呢 我把你沙发睡了 你去哪里 我昨天也在这里啊 哎呀 两个人睡一张沙发 还真是急 啊 死猫 你给我洗地毯 展昭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看到沙发上空空的 问白玉堂公孙去了哪里 哦 他昨晚吃过药就睡着了 后来我哥来把他接走了 公孙肯跟他走啊 他当时昏昏沉沉的 估计没什么意识吧 反正没反抗 白玉堂边喝着展昭 刚才喝剩下的半杯咖啡 边回答 展昭若有所思地转眼珠 哼 死猫 想什么呢 嗯 很微妙 嗯 很微妙 十五分钟后 其他的组员陆续到了办公室 徐庆说有重要情报 大家来到了会议室集合 乔恩金 你确定枪是乔恩金买的 不 齐磊真正想杀的 应该是威尔森教授 杀乔恩的举动 很有可能只是个幌子 没错 这样 谁都不会怀疑他了 可是 齐磊拿着他给的枪 想杀他 没错 消息是韩昭那里来的 应该不会错 还有 我昨天查了乔恩金的资料 他以前是大学的医学生 毕业后做了两年的医院麻醉师 后来突然转行做了艺人 麻醉师 也就是说 他很熟悉毒麻类药物的特性 昨晚劳拉经过检查 的确是药物过量也发了幻觉 据他说 那些药物是起震惊作用的 他一直都有服用 是乔恩金给他调配的 哈 证据确凿 这回可以把那个四郎抓回来聊聊 四郎 周围的众人似是不解 白玉堂连忙咳嗽了两声 张龙王朝 你俩去把乔恩金请过来 就车要他配合调查 他 不申请逮捕他 够级别了 证据确凿啊 不 现在逮捕还为时过走 而且他好歹也是个名人 会引来过度关注 不利于我们调查 不是 我是觉得我们找他配合调查 他很有可能不肯来 哦 没关系 你们就说是白队长要请的 估计他屁颠屁颠就跟着来了 张龙和王朝满腹疑惑地走了 白玉堂瞪展昭一眼 猫儿 好大的酸味啊 是吗 我先去睡个回笼觉 待会好好审审那只金毛色狼 白玉堂摇头苦笑 这猫还在记恨呢 一边的徐庆似乎是有些欲言又止 头儿 怎么了 有话就说 那个 你 你大哥的那两个手下 他们怎么了 韩章告诉我 这次枪支的来源 是他们查出的 手法有点 不太大众话 白玉堂被支支吾吾的徐庆逗乐了 伸手拍拍他肩膀的 放心吧 在这里 他们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的 大哥呀大哥 一个千万别乱来啊 我还没想到